卡拉玛塔港的一个仓库中,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们终于可以休息片刻。 当地的市长表示,已经动员所有服务机构为救援做好准备。 希腊海岸警卫队表示,当地时间周三凌晨, 警卫队和附近的商船发现了这艘严重超载的渔船, 并多次试图提供帮助,但遭到拒绝。 当时,渔船的甲板上几乎站满了人。 随后,1点40分左右,渔船出现故障,不到一个小时后就不幸翻沉。 超过20名年龄从16岁到49岁的幸存者,因体温过低或发烧被送往医院, 而海岸警卫队、海军以及商船都已经出动,努力搜救更多可能的幸存者。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, 从利比亚或突尼斯穿越地中海中部北上欧洲, 已经成为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移民路线。 2015年,一艘严重超载的渔船在利比亚海岸, 与一艘仕途前来救援的货船相撞。 法医专家认为当时船上有1100人,然而只有28人幸存。 联合国发言人表示,每个希望生活得更好的人都需要尊严和安全, 联合国的成员国需要团结起来,为逃离家园的人创造有序安全的通道。 联合国也已经加入本次海难的救援工作中, 难民署工作人员表示,除了回应获救者的紧急医疗需求, 同时也要照顾他们的心理状况。 希腊是来自中东,亚洲和非洲的难民和移民, 进入欧盟国家的重要通道之一。 然而上届保守党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移民管控以来, 越来越多的人踏上更长更危险的旅程, 从土耳其经由希腊前往意大利。 希腊总统已经前往探望幸存者, 并宣布希腊将为受害者进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。